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海拆达木盆的东南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在嫌疑人索某带领下 警方找到了案发现场 索某指认的是一个盗墓县场 盗洞已被掩埋 盗洞的具体位置是青海都兰县 穴位一号大墓东侧平台处 而说起这座大墓非常奇特 墓葬风土堆由泥石混合物夯住而成 层层叠起 如同盖楼一般 因此当地牧民称其为九层妖塔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穴位一号大墓及其周边的多个墓葬 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墓葬群 远近皆知 犯罪嫌疑人竟然在这样的地方实施盗绝 还挖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这胆子可真不小 而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 更让人吃惊的内幕也随之被揭开 索某交代 文物得手后 一些作案工具就丢弃在盗洞内 警察把盗洞重新挖开 洞口直径约一米 深约八到九米 办案人员下到洞底 进行勘查 果然找到了盗墓分子作案用的铁锹 十字稿 安全帽等物品 索某还交代 盗洞时间是在2017年11月份 事实上 就在都兰文物被盗后不久 省城西宁的文物圈就有传言 一批刚刚出土的文物在寻找买家 传言中 被倒卖的文物是一批具有西域特色的珍宝 卖家要价极高 青海省文物部门将此线索通报给青海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立即展开合场 最初由于线索模糊 卖家的真实身份不明 要倒卖的文物是什么级别的文物 具体有多少数量都不明确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土的文物 也都是不明确的 线索是真是假 警方当时无法判断 一直等到三个月后 办案人员才掌握可靠情报 说用买主对这批文物很感兴趣 与卖家中间人频繁接触 商谈购买事宜 卖家中间人的身份 办案人员很快查实 叫李某某 一开始 卖家的药价惊人 全部文物要1亿8千万元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买卖双方才谈妥的交易价格 成交价他们最终确定为8千万 而且卖家提出来要前期要看一下丁金 看这个卖家到底是否真正有购买这批文物的实力 定价8千万 可见被倒卖的文物数量和等级非同寻常 盗墓分子已经到了嚣张的最后环节 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根据以往办案经验 文物一旦流失 想要再追回就困难重重 但被倒卖的文物藏匿何处 当时还是个未知数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案也不得而知 警方只有从交易环节入手 倒查整起盗墓案 按照事先约定 2018年3月15日 买主和中间人李某某在西宁某银行验资 验资过后 两人突然乘车离开西宁 前往青海的西部 侦查人员一路紧跟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初步判定 很有可能是买家要到西宁 某个地区 要可能至少是要看货 交不交易 当时是不确定的 嫌疑车辆最后停留在都兰县境内 侦查人员心里有了判断 被倒卖的文物很可能从这里出土 都兰县内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 是青海省古墓葬最多的地区之一 历史上都兰曾是西枪先民的主要住墓地 又是土玉魂王国的主要活动中心区 也是土玉王朝的统辖地 墓葬遗存非常丰富 省公安厅立即将案情通报给了都兰县公安局 我听到这个消息说我压力特别大 要是都兰这个公屋 要是这样大量的住居 我说我心里特别压力大 是不是事实存在 都兰公安随即布置大批警力 严密跟踪可疑车辆的轨迹 2018年3月17日上午 可疑车辆进入都兰县一小区内 随后买主和中间人李某某进入一户人家 下午14点左右 他们走出小区 手上没有带任何东西 就在买主和中间人准备驾车离开时 专案组下达了抓捕指令 两人当场就寝 经突审 他们承认刚刚看完文物 并约定好了下次交易时间 随后警察冲进了两人刚刚看货的房间 屋内当时还有两个男子 经询问 一个叫夏某 一个叫苏某 都是本地人 文物装在两个黑色书包内 警察把东西取出 是大量带有西域特色的金器 玉器等物品 搜出来的文物越来越多 桌子上放不下 就全部铺在了客厅的地上 经现场清点 大小文物总计614件 非常震惊 当时打开这个书包 看见里边的这些东西 一样样被清点出来的时候 当时我除了震惊 想不出第二个词 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后来 办案人员又在嫌疑人夏某家中 搜出文物32件 这样前后总计缴获文物646件 夏某还交代 一同作案的有十多名本地人 警方当天就把这伙人全部欺纳不压 后经专家鉴定 这批文物属于公元八世纪的物品 兼具中原文化和西藏西域及西方文化色彩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考古价值 其中一级文物16件 二级文物77件 三级文物132件 这件东西虽小 但是这件就是从它的花文文社 它表现得很清楚 它是一个人物奇色型的形象 而且这个人物呢 从它的这个服饰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有那个缠经 变化 而且还有就留有八字细须 还有带有很大的耳环 它这个身着的衣服呢 是对今的翻领 有剑绣 皮靴 这个对于展现我们本地的这个当时的人物的 说那个日常的生活面貌 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文物专家介绍 历史上 都兰地理位置非常独特 一头连着西藏西域和西方 另一头连着中原 古丝绸之路青海道从这里穿过 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盗墓分子到底是从哪座古墓里 出土了如此大量宝物呢 警察和文物人员带着嫌疑人 在茫茫戈壁滩上 找到了被盗古墓的具体位置 并将盗洞重新挖开 当时我和公安人员呢 一同就是下去到这个盗洞里头 查看 查看呢就发现就有石墙和木头 而且是拆凌乱的那些木板 这木板上那都挺有进步 并且这个木板还有融化 非常的精美 那就是被他们 已经破坏就拆散了 破坏掉 文物专家说 盗掘行为已经对墓葬结构造成一定破坏 墓主人的身份还有待进一步考古鉴定 这次的盗洞就处在著名的血尾一号大墓不远处 早在1996年 血尾一号大墓就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当地牧民对这个地方极其敬畏 夏某等人却力欲熏心胆达妄为 在此处实施盗挖犯罪活动 内外勾结他们趁夜挖开了古墓 分头逃窜 警方紧急抓捕出资人 盗完之后一部分肯定留到这 一部分木河老板要拿走 我就担心这个 为谋高额暴力 重案犯铤而走险 组团盗墓 那没个乐的什么 他说如果运气都好的话 他说这些东西能卖2000 对啊 追缴西域珍宝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大量西市珍宝被成功的追回 这让警方稍稍的松了一口气 而在接下来的审讯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称 他们也只是承担望风 接应的外围工作的 具体实施盗挖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伙 河南籍的作案人员 此外幕后还有出资人 这么说来 案子到此 侦办抓捕工作 还远远没有结束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这伙盗墓人员属于典型的内外勾结 本地案犯负责接应 河南籍嫌疑人具体挖掘 另外有人提供资金支持 而盗案的只有本地盗墓人员 审讯抓捕工作 一刻也不能停顿 一定要出入无尽 一定要把这个盗绝的人员 犯罪的这条线 从挖墓的到盗绝的 然后到嚣张的全部 状态归案 警方调查证实 本地盗墓人员以夏某为首 夏某今年60岁 是当地农民 平时身边有一伙人跟着他 夏某说 这次参与作案 是因为家里遇到难处 儿子开车把人撞了 需要赔偿对方20多万 家里没钱 他这才动了盗绝古墓 捞一笔的念头 实际上警方查明 早在2016年 夏某就实施过盗墓活动 当时他和几个同伙 挖出文物并进行倒卖 获利20万元 经过我们调查 他是一直在倒卖文物 还有组织盗绝 对于河南籍盗挖人员的真实身份 夏某说 他叫不上名字 这些人大都是出资人 山东的孙某带过来的 作案前 大家已经谈妥了分赃比例 接下来 办案人员对出资人孙某 实施重点抓捕 孙某 山东聊成人 无业 当时让警方最为着急的是 出资人孙某身上 很可能还会藏有文物 必须尽快抓捕归 经过几天时间侦查 警方发现 孙某居然并没有离开青海 而且就在临近都兰的乌兰县活动 事不宜迟 侦查员立即赶赴乌兰县 在某宾馆将孙某抓获 盗案后经审讯孙某承认 和夏某合伙盗掘古墓的犯罪事实 但说文物挖出后 他一箭没带走 接触了这旁人的朋友 又上青海来 这是第二次 都完成这一生 孙某自称 以前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中 结识了一些搞古董的朋友 当时有一个叫老朱的河南人 竭力拉拢他来青海 投资盗墓发财 说是本地人已经找好了盗掘地点 挖下去就能出土文物 他说有关系 他说比较安全 你光收头点钱 你头钱 我头钱 我都够了 赖汇 也都是从河南上来 赖汇 也超过我的视频 孙某交代 在挖出这批文物之前 他和夏某其实已经组织了 另外两拨河南籍人员 在都兰盗挖 因为没有挖出文物 心灰意冷的他 正准备离开青海 这是夏某对他说 已经又找好了一个盗掘地点 夏某最后选择的盗掘地点 就位于文明中外的 穴位一号大墓东侧 这一次 仅仅盗掘了两个晚上 就出土了大量文物 文物挖出后 夏某和孙某带着六百多件西域珍宝 四处倒卖 先后到西宁 戈尔木 陕西等地销赃 由于价格问题一直谈不拢 文物迟迟出不了手 其中有一次 像是给他包了八百万 八百万 后来给他降了 降了他六百万 六百万也没有卖 孙某说 在一次销赃过程中 文物差点被人抢走 这以后 他们不敢把文物轻易试人 东西就一直留在都兰 文物卖不出去 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多 夏某当时就预感到 可能要东窗十发 而按照孙某的说法 他其实并不懂文物 对这批西域珍宝 所蕴藏的巨大文化价值 更是一无所知 就是想着能一本万利 到头来却落入罚网 出自人孙某到案后 交代了实施盗挖的多名 河南籍人员的真实身份 办案人员随即奔赴全国多地 实施抓捕 警方查明 最后一次在薛伟一号大幕旁作案 河南籍稻挖人员马某参与其中 当时就是他吓到稻洞 把文物取出来 很快 马某在山西落网 马某略懂风水 又常年在煤矿上工作 掌握一定的盗绝技术 马某说 当时是受朋友蛊惑 对方称 古墓位置已经选定 还有老板提供往返路费 只用出力挖个坑 就能分一杯羹 他就千里迢迢 赶到侵害作案 文物虽然很快挖了出来 但是一直消不出去 为此 马某和本地人夏某产生了纠纷 等不及分赃 他就先行离开了青海 A级通缉令 两个再逃人员位列其中 把他们抓住 这个团伙的整个的关系 和结构就很清楚了 持续追查 各环节涉案人员悉数到岸 当地人乱想说 那就在这挖吧 到那挖下车以后 下面就会有功 追缴西域珍宝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历时三个月的抓捕 具体实施盗挖的 多名河南籍盗绝人员 也陆续盗案 经查 他们都没有带走 任何出土的文物 但是直到此时 案件并没有彻底终结 依然还有盗挖人员再逃 2018年6月11日 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 通缉第三批 实名重大文物犯罪再逃人员 参与盗绝 督兰古墓的嫌疑人 王剑涛 韩万里再逃 把他们抓住 这个团伙的整个的关系 和结构就很清楚了 A级通缉令发布后 都兰警方又派出两个抓捕组 对王剑涛 韩万里实施抓捕 对嫌疑人王剑涛的追查 最先有了进展 抓捕警察发现 他很有可能在浙江省天胎县活动 是立即通知天胎县警方 说明一个就是 网上载套人员在天胎可能会出现 A级通缉令发布的第四天 王剑涛被浙江天胎县警方抓获 并移交给青海警方 此时 最后一名载套人员 韩万里的活动踪迹 依然飘忽不低 追捕小组转站 河南 湖北 内蒙古等地 落地侦查 一直没有结果 直到2018年7月初 侦查人员发现 韩万里突然前回了河南 租住在郑州某小区 追捕小组立即赶到河南 2018年7月23日凌晨 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 都兰警方将一直在逃的韩万里 成功抓获 韩万里交代 他以前在钻探队干过 掌握钻探技术 盗墓有时能派上用场 他当时也是受朋友拉拢 说有老板提供路费和食宿 当地还有人接应 挖出文物就能分一大笔三款 就和几个同伙悉行倒了青海 韩万里说 他当时就是参与倒挖而已 也没挖到什么东西 没想到最后还被列为A级逃犯 外逃这段时间四处躲藏 惶惶不可终日 真后悔 那没办法 走到这路上 走到这路上 回不了头了 至此 参与盗掘都兰古墓的所有23名 事案人员全部落网 另外涉嫌包庇窝藏韩万里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也被依法刑事拘留 在紧锣密鼓追缴涉案文物 全力抓捕盗墓嫌疑人的同时 都兰警方加大了对当地古墓葬的保护力度 成立刑警大队文保中队 设立治安检查站 在重点墓葬区域内 安装高清监控探头 刑场打击防范文物犯罪的威慑力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公安部刑侦局的陈世渠副局长 欢迎陈菊 这么一个著名的 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墓葬群 居然被一伙盗绝团伙 就这么给挖开了 第一我们感觉很震惊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 第二我们都重点保护了 他们怎么还能盗挖成功呢 这里边其实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盗绝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 它会给犯罪分子带来暴力 因为有一些人 他是明知是被盗的文物 他依然在收买 对盗墓犯罪分子来讲 他实施这种盗墓的行为 就能给他带来暴力 在这种暴力的引诱之下 他不惜铤而走险 第二个呢 是有一些古墓葬群啊 他地处荒郊野外 其实人员稀少 有的这种看护的措施啊 可能落实的也不到位 给了犯罪分子啊 以可乘至极 这个案件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你看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 非常的严密 不说实施盗决过程当中 有这个专门挖的 还有网封的啊 就连出资人都有 那就是一开始 就是一整套的计划 就盗决古墓葬和文化遗址 这里犯罪团伙啊 它其实是职业犯罪团伙 就是不是谁啊 都能实施这里犯罪的 像这些职业的盗决古墓葬和古遗址的这些团伙呢 通常里边有出资人 有负责选定这个墓葬地点的 还有一些是具体来挖掘的 包括旺峰的 东西挖出来之后啊 还有人负责贩运 然后最后到了一些不法埋主手中 所以我们下一步啊 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要全面加大对文物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从谁出资 谁来选定这个挖掘的目标 谁来具体实施这种盗挖 包括范运 还有明知是被盗的文物 他依然购买的 都要全链条打击 对这里文物犯罪啊 要零容忍 当然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同时 文物部门 还有相关部门 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要加强对这些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的看护 不给犯罪分子下手的机会 盗墓分子的盗决行为 既破坏了古墓葬结构 也破坏了文化传承 而且这个文物一旦被倒卖流失 更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文化损失 所以说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而属地管理的责任部门 更应该切实肩负起监管责任 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感谢陈菊参与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